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槽喵政治 我是卧槽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槽的范 卧槽喵政治 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ung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BOX 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要留言评分哦 耶 帮我们留言评分 耶 多了两个 三个其实有差耶 累哦 对啊 Sung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BOX 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你知道我身边的人 还是会有人 花钱去看花木兰这部电影 花钱去看 就不是看到版的 真的去电影院看 但是其实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是 可以理解这样子的心情 我觉得 这部电影其实本来很早就要上映了 对 结果就拖了一阵子 因为各种因素 疫情还有就是 哼哼哼哼 女主角的一些发言 女主角之前在那个反送中的时候 就是有公开的支持 就是警察嘛 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的暴力 那段怎么说的 蛤 他那段 他好像是发推的发微博 他就说 I support the Hong Kong police You can all attack me now What a shame for Hong Kong 哦 翻译成 翻译就说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可以攻击我啦 然后就说对于香港来讲 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那很多人就是听到刘亦菲有这样子的发言 就连带说要去抵制花木兰嘛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都知道 可是 嗯 有些人的想法会是 哦 我们一飞归一飞 木兰归木兰 哦 不要把一飞的错 那个让木兰跟着承担 不要让迪士尼跟着承担 因为大家就是 毕竟木兰有自己的客群 然后也是会想看 可是我觉得是 后续的东西没有在这个空间持续讨论 人就不会知道 为什么木兰出了这个争议之外 还有其他争议 哦 所以自然就会去看了 而且那是正式上映之后 大家还开始发现 就是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前一阵子又开始讨论 那个花木兰的一些争议 就是说 他 因为电影不完不是最后 都会跑一堆那个名 工作人员名单吗 对 他片尾的感谢名单 有出现 比如说他感谢了 那个中共在新疆的一些 政府部门 什么一些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委员会啊 还有他们那些公安单位等等的 而那些单位其实就是被认为 在当地压迫 新疆维吾尔族 就是最压迫他们的 单位 我在想有人分享这个 感谢名单的时候 会不会还是看不懂 就是他 就是有人会分享说 他们竟然感谢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委员会 怎么了吗 我们就帮忙借场地 应该还好吧 对对对 就是会是这样 因为我们常常也说 感谢台北市政府啊 感谢高雄市政府 有什么 感谢什么场地 感谢什么警察局 感谢公安跟感谢警察局有什么差点 所以我想说今天这一集 就是来跟大家 分享说 为什么 分享的这个 感谢名单的人会这么暴走 嗯 就到底那个问题出在哪里 好吧 那今天我们其实 跟前面几集 我们邀请到一个 卧槽的 记者 我们今天 因为这个议题比较敏感 他化名小赖 哈哈哈 也不会敏感吧 你每天都在讲欸 哈哈哈 对啦 就其实 因为他有写很多关于就是中国的 算是少数民族 或者说像 藏人啊 维吾尔人啊 蒙古人等等 他们在中国受到压迫情况 对那 这个 小赖要跟我们打声招呼吗 嗨大家好 我是小赖 好害羞喔 好紧张喔 对第一次出现 怕你不小心把本名讲出来 好吧 OK 所以到底为什么 就是 新疆 这场地 那个公共部门 帮忙 帮木兰做这场地 很好啊 各冠名合作啊 对不对 大家一起发大财 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大家要在意这些事情 新疆到底 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在他挂名出来的 那个单位里面 有好几 好 有一个单位 其实他就是主管 他们那个地区的集中营 因为其实 在很多的空拍图 还有外媒报道 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新疆各地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 非常大型的集中营 那初估 关押在里面的人 至少超过100万以上 这个是最保守估计的数字 那这个集中营 在里面做什么 等一下 我想想想 100万那个概念 因为台湾人口的密集 100万就觉得 还好 也很多啦 很多吧 对 但是我记得那个 在整个新疆啊 因为新疆我不知道 大家都那种地图 有印象化 它虽然看起来很大 但它人口数量也是 就是一两千万 然后而且有汉人 有少数族群 所以它是那个 少数族群 里面有100万人 那比例算很高啊 对 那集中营在做些什么呢 集中营的话 因为中共一直以来 对外宣称都是 那个是教育营 就是教导 维吾尔人 有工作技能 有生活技能的一个 学校 甚至想讲 它是福利吧 哦 是不是那种失业的时候 要去上课的地方 我是给你机会 教育你 对 让你知道出去 怎么找工作 怎么找头路 然后它的说词 都是要杜绝 你的恐怖主义思想 哦 杜绝新疆人的恐怖主义思想 那它怎么定义 恐怖主义思想 因为我们其实 我记得之前 你有整理过 对不对 对对对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对中国来说 什么叫做恐怖主义 就是你看起来 不像个汉人 蛤 我记得有个列表 我想看 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个人权组织 三十多项啊 对 好像那时候有很多项 他们有一个 抓人的标准 对对对对 你要论面来看看 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几项对 我看一下 我们有符合是不是 在那个小赖 在现在偷偷找的时候 我记得 我凭印象找几项出来 就是 我觉得有几个 比较印象深刻是 因为它在那个 几个新疆 那个重点区域啊 它都设了那个什么 摄影机 所以还有些东西 像就是说 你出路好像不走正门 你还走小路 那你这个一定有鬼 抓起来 对 或是 你留胡子 你续胡 你没事续什么胡 对不对 是想干嘛 抓起来 那这样我们办公室很多人 小胡子 要刮胡子 对 而且我就有很多像 小赖找到了对不对 对啊 还有哪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呃 你说你的衣服上 有那个星星月亮的符号 你也会被抓起来 星星月亮 星星月亮 因为在伊斯兰国家里面 很多伊斯兰国家 它的国旗都是星星跟月亮 啊中国大陆的国旗 不是也是星星 那中秋节赏月亮 也是月亮 这也不行 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你如果以 你如果不用智慧型手机 你也是会被重点关切的对象 你不用智慧型手机 对啊 可是 是不是用了也是会被抓 有时候你进行 因为在新疆街头 是有警察可以直接 拿你的智慧型手机 要求你帮他解锁 然后他会要求你安装一些 他可以追踪你手机的软体进去 那你不用智慧型手机 他就没办法装啊 所以你不用智慧型手机 一定有鬼 或者是你原本没用过 后来你不用 他就觉得太怪了 你是不是在干嘛 所以你故意不安装 不让我们安装 所以你故意用一个 就是假的 假的手机给你检查 不要闹了 你一定是有智慧型手机 你一定想干嘛 所以才会故意藏起来 还有什么 还有如果你曾经向清真寺捐款过 或是帮忙向清真寺募款 或是你曾经在清真寺服务过 简单的说 他认为你有比较 算是虔诚的宗教信仰 你就是恐怖分子 让我想到 其实因为在新疆 或是说主要的 新疆的少数族群 叫做维吾尔人 他们主要都是伊斯兰 伊斯兰教穆斯林 我记得之前就有新闻 就是因为他们 穆斯林基本上是不吃猪肉的 他们之前甚至有那种新闻 就是要强迫 穆斯林吃猪肉吗 吃猪肉对 他就是要证明 就是说 你没有恐怖分子的倾向 你不是一个极端的 这个伊斯兰教徒了 你看你最要比你吃猪肉 证明你现在不是 狂热的宗教分子 不是恐怖分子 可是这样听起来就觉得 他们的标准很混乱 然后也很不合理耶 你跟他讲合理 那个还有没有什么 还有没有什么理由 会被当恐怖分子 你家的店用的超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念出来的想象 这个为什么 这个有理由吗 为什么 也许 也许是觉得你家里面 可能有政府不知道的人 在里面 所以你家里 可能你的户口 你家可能只有三个人 但是你 他觉得你电用太多 所以他可以 他觉得我合理怀疑 你是不是我有窝藏别人 哦 ok 就你 你最近水电 这个好啰嗦 这好像比那个什么家长 还是什么房东 你最近水电用的有点凶 抓起来 他可能想说你没有藏个人 之类的 之类对啊 就是因为你的户口 可能只有三个 但是你用了就是六个人的店 他觉得你一定有藏什么人在里面 那集中营他们现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根据现在有释出的资讯 因为现在有很多流出的内部资讯 当然就是有一些很勇敢的吹哨者 然后还有 当然是BBC也曾经进去拍摄过一个纪录片 那当然中国政府可以让他们看到的 都是新疆人在里面学习啊唱歌啊跳舞 好像很开心的片子 但是那部片最后记者也觉得一直有个诡异的气氛 所以他其实他有回去看 但是他还要回去在看一眼的时候 警卫就拦着他不让他进去了 就他有官方导览 绕一圈出来 啊大家好开心哦 然后出来 然后就那个记者 BBC也自己又出来之后偷偷的回去 但就是好像里面感觉就变了这样子 然后在纪录片里面 其实有一段很奇怪的条段 就是 那个有一个中国的老师说 他教他的那个威吾尔人 蝶被子 对 然后他说叠被子他学了多久呢 他学了三个月 为什么要学那么久 因为他想要关你三个月啊 他可以 不管说 不管反正我现在为什么要关你三个月 因为你不会叠被子 然后如果下一次 我还要继续 我尽量找理由 我说你 拿筷子的方式不对 再关三个月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 随便找一个理由 只要把你扣留下来 不管那个理由合不合理 我刚刚说的 清单上的理由 你觉得任何一个是震荡的理由吗 不是 那就对了 进去理由也很奇怪 对啊 那个反正他一定有办法啦 你你你 他也可以找你什么服装遗容不整啊 那个什么 什么你裤子没有扎啊 对不对 你的袜子穿错颜色啊 那个他们一定有很多方法 可以把你们找进去 可是 到底 因为其实我这个相关的评论也很多啦 但是 像小嘉你自己觉得 那为什么中国要做这件事情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把自己的国民就抓起来 然后在那边 虐待 而且重点是他们人已经很多了 然后他还要花时间去 花这个资源 对啊 他没事找事做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因为其实有非常多人的想法是认为 当然我是转述我看过的一些评论意见啦 就是认为中国无法忍受汉族文化以外的文化 他认为 这 你有 你保留你的独特性 你彰显你不是汉人 你就是在分裂我们的国家 有一天你的族群 你会要追求独立 蛮有福的台湾就 就是感觉像 就你最特别像 而且大家认为中国浮原辽阔 但是 其实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地图 中国有大约五分之三的领土 是属于西藏 蒙古 新疆 OK 所谓的汉人区 其实并不大 就真的有所谓的汉文化 你没有看那个地图很大 对啊 那汉文化 你其实 你如果真的就是 东南方 就是那一 长江黄河流域嘛 这边 你真的过了那些 其实最大的那几个行政区 都是所谓的这个什么 少数民族 而且我觉得这个 就刚刚好 我们有整理一个资料啦 这也是一个 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现象 就是 中国如何让 这些区域 的少数族群 影响力下降 因为他想要把那个土地 吃啊吃啊 我觉得因为影响力下降 最直接方式就是让 人数变少啊 对 就是让那个地方的比例 就是成个大挪移 像我们之前 我们有整理一个资料 就是 像在1964年的时候 整个新疆的人口是 七百七百多万 然后那个时候 七百多万里面 那个少数民族 就非汉人啊 大概五百万 那大概占就是 将近七成 那到了2010年呢 整个新疆人口 大概乘以三倍 两千一百万 两千两百多万 可以跟台湾差不多 那少数民族 从七成大概降到六成 它的比例下降的 蛮多的 而且其实最近也有 传出很多的新闻 就是说 中国甚至现在有系统性的 在对少数组 威吾尔族啦 主要是新疆威吾尔族 进行 绝育 绝育 怎么讲 绝育 不让他生育小孩 对 不让他生小孩 对 中国当然 他们在对一些 对那个国内之前 有一台化政策嘛 但他们现在也有重点性的 对一些少数民族进行 绝育 就是 我不让你的 我不让你的血统 留下来 对 这其实也是一种 我没办法洗脑你 汉化你 我就物理上的 消灭你 对 不过其实 我觉得新疆维吾尔 少数民族这个议题 感觉很久了 那我在想说 国际其实也都有 相关的报道 那为什么这个状况 到现在还是 可以持续的在 发生中 就是我们 我们出了那么多报道 然后我们都可以 讲这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 对面的人 他还可以无动 与众的继续 做这些事 这我也蛮觉得 蛮奇怪的 小赖你觉得呢 因为新疆是中国的 合法领土 这一切都是中国内政 以外国人 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对 这有差 就我们前面集也有讲 主权 也没有差 有差 对不对 因为你是中国 我们讲难听 中国在打自己小孩 就是别人家家务事 你外面也不能管 非常不好啦 但你能怎么样呢 他打自己的小孩 你好像也很难 就知道我们可以 家暴专线是什么 113 国际没有这个专线嘛 国际家暴专线 没有这个专线啊 所以像台湾 就像台湾 像你现在之前嘛 新疆 不论你说西藏 或者是还有 最近大家最后赶 就是香港嘛 别人就 中国就会说 那香港就我的啊 我高兴 这样 这是我修法 我修法 我本来可以管我国内啊 那你能拿我怎么样 所以 确实能做得不多 大家只能知道 对 确实有发生这些事情 好像也很难去改变 那台湾要做的就是 我们不要被中国当做同一个国家 OK 不然就被人当家务事之后 被人被人家在家里怎么揍 就不会被国际给照顾了 那想要想少数民族 刚刚前面有提到嘛 不是只有新疆而已吧 对 还有西藏 还有 蒙古 蒙古 哦 对 最近比较 这两部分 最近比较红的是那个 蒙古啦 因为蒙古最近 呃 这个新闻可能代表 没有那么注意到 就是蒙古 我们叫内蒙古 或叫南蒙古 前一阵有一系列的抗争 是因为中国开始推行一个政策 要把他们的那个 呃 授克的语言 就原本也可能用 可以用蒙古语 但现在都要汉化 讲中文吗 对 这个 小赖是不是应该比较熟悉 我记得你有访问到一个人吗 对不对 对对对 一个在 目前是流亡法国的一个南蒙古人 哦 哦 他有个很特别的抬头 对不对 他那个叫有个什么组织 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的中文发言人 那这个议会是在2016年的时候 在日本国会里面成立的 哦 日本国会 对对对 所以某些程度是被日本国会给 就是有点像认可 应该是说 日本对他的态度是很有善的 哦 所以他那流亡 有点像我知道 像那个藏人嘛 流亡藏人也有点像有一个组织 一个政府或议会那种感觉 他应该有点像 这种蒙古的流亡议会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 哦 当然藏人的流亡政府 那又更完整 他还有司政 他有行政长官 他有立法机构 那蒙古目前就是一个议会 哦 当然他有党 但是他原 他是 那个党派 还蛮早的 蛮早的1997年的时候 就成立了 但是后来他们认为说 要在海外发展 南蒙古的民族自觉运动 只有一个党派还是不够的 还要更上层楼 所以就成立了一个议会 哦 那这个议会 他们主要在推动 什么样子的事情 他们主要推动的是 南蒙古民族自觉 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鼓吹 南蒙古要独立或是自治 他们鼓吹的是 希望看南蒙古人的意愿 如果南蒙古人 最终意愿希望独立 他们当然全力追求独立 但如果希望自治 他们就也是往自治的方向走 OK 但是南蒙古人 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没错没错 不能就说 你叫我怎样我就怎样 所以中国最近 他到底是做了什么 让那个大家都跳脚 就连蒙古人 就是现在那个南蒙古人 都开始跳脚 最近的政策 其实是大概在七月多的时候 就有传出风声 就是因为 原本在南蒙古 因为有汉人 有蒙古人 那他们的学校 小学中学也有分 就是用母语教学的小学 或是用汉语教学的小学 那原本在母语小学里面 当然是用蒙古 蒙古语授课啊 那还有 那最近的政策 就是要让这些小学 全部都使用汉语授课 汉语就是语文嘛 OK我们叫国语 他们叫语文 然后接着 你的政治课 就是我们会上公民课 那他们上是政治课 政治课就是学 就叫政治课 对没错政治课 那就是学些 毛泽东思想之类的东西 还有 蒙古不是要学成绩思想吗 就学毛泽东思想 你这是盟独分子了 会装起来 盟独分子 带走集中营加一这样子 还有历史课 就是这些对文化思想 影响比较深远的课程 它规定 你都要改用汉语 当然是要逐年逐年改 就是2021、2022之后 一年改一个 然后之后就是都是用汉语 那蒙古 很多蒙古人 就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选择不让自己的小孩 去学校上课 为什么他们会不接受这件事情 那我们都是 对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对不对 我们在一个大家庭 对不对 但他学普通话 那正常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干嘛 干嘛生气 因为 其实南蒙古 我都 我不会叫他内蒙古 会叫他南蒙古 这也是我刚刚 就是我有读文这样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困惑的 因为我就一直看到蒙古 内蒙古 南蒙古 然后我就想说 到底是什么 对 然后后来我看地图 我才知道 哦蒙古是独立的一个 诶是吧 有个国叫做蒙古国 然后我们的那只 中国的那只母鸡 它的背 是吧 它的背 对 对 母鸡的背 母鸡的背 它是 熬下去那个地方 对是我们比较常讲的内蒙古 对 但是在呃就是 小赖的这个采访中 其实 对于内蒙古那里的人 他们 应该是自我的认同是 南蒙古 南边的南 对 这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 内蒙古跟南蒙古的差别 这称呼的差别在哪 因为首先大家 应该知道 反正他们以前 蒙古 蒙古帝国的那个时候 所谓的蒙古国 他们叫北蒙古 蒙古国跟现在的南蒙古 他们当然是同一个民族啊 那个全部就是蒙古人的土地 OK 就蒙 同一个蒙古 然后大战南北 北蒙古南蒙古 为什么分南北呢 因为中间有一个东西 叫做戈壁 哦 天然的屏障 戈壁是沙漠 哦 戈壁就是 戈壁沙漠 里戈壁那个什么 很 很大便的沙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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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屏障 然后呢 OK 所以 所以就是在地理上 就本来就有南蒙古 北蒙古的分别 那为什么 那 为什么会有内蒙古这个称呼呢 因为蒙古后来 跟所谓的汉人 汉区十八省 汉地 拥有同一个政府 大概就是在清朝的时候 当然那个时候蒙古人 因为那个时候清朝人算是进来征服中国 就是中原 汉人的中原被征服 征服了中原 但是蒙古跟 蒙古人跟满洲人 并不是一个征服的关系 而是联姻合作的关系 哦 我们是伴 我们是合伙人 我们是姻亲啊 哦就大家自己 我们是同辈 但是我们是 进来征服了 那个比较low的汉人 对对对 看看比较low的汉人 现在怎么样了 我台湾人 然后呢 然后那个时候呢 那对 那 那个外其实也是一个对比的概念 那对谁来说 南蒙古会是内呢 哦 你叫汉人视角 中国视角 中原视角 这样让我想到 有些人会讲中国是内地 对 就是你觉得那个是内 那个是比较靠核心 嗯 那个是我们的核心叫内地 或是 离海比较远的地方 对 那那个对 内蒙古是谁称 因为蒙古人自己说 我不是 我不是谁的内 我就是我自己嘛 你会叫我内 就是一定有一个 外叫做外蒙古 就是蒙古国 内就是离我比较 离中原比较近的 内蒙古 但那都是中国人的视角啊 嗯 对 所以那个称呼 就是可以 就是一种 政治表态 像蒙古人 如果称自己南蒙古感觉 他们如果讲自己是南蒙古 他们在当地应该也会被 会被集中赢家 就是因为我其实看到了这个新 呃这个新闻说要把 就是教材慢慢都所谓的汉化之后 其实有看到非常多自杀的案例出现 就是当地人他们非常不满 这样子的改革 那对于这个自杀情形 你在采访过程中 有没有听到为什么当地人的反应 会这么的激烈 对 对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平常就抗议抗议嘛 但是真的会要到自杀 应该是真的是 对啊 很可怕 有那么严重吗 对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就会 就会要延续到 南蒙古的历史 从南蒙古怎么会变成 中共自治区的那个历史开始讲起 嗯 ok say very long story 哇你那我们先去上厕所 来我们先上厕所 平常都我扮演这个角色 来小赖交给你 今天终于有人 可以讲历史故事 而且不是萌萌这样 对对对 你说你说 好因为其实 在满清1911年负面的那个时候 其实蒙古国 尤其是北蒙古 因为那个时候离 那个北蒙古 当然就是离中原的行政中心更远了嘛 嗯 就直接宣布独立了 哦不理你的 因为我跟清国是巴迪巴迪嘛 啊你中华民国跑出来 啊那好啊那我们就分家吧 对对对对 就是 我本来就是服从满清皇帝了 那我为什么要离你这个汉人农统 对对对 那为什么南蒙古那时候没有跟进 就说啊 对 那个时候 你要跟 我跟你 南蒙古的确希望跟进 那个时候 嗯我在访问的时候 那个 布宏夫就是大霍拉议会的发言人 他有 有跟跟我说明 就是在北蒙古宣布独立之后 他们建立了一个 大蒙古国 嗯 然后那个时候南蒙古有49个期 有41个都宣布要加入大蒙古国 你说49个什么 7 南蒙古 就像部落或那种感觉 哦 ok ok 总是一个行政区 49个行政区 ok ok 嗯 然后有40 41个 41个 说要跟进这样 对对对对 对啊很多啊 但是 因为那个又跟那时候的国际局势有关 那个时候是 俄罗斯跟中华民国政府 中间还保持一个 暧昧暧昧的 我想要从你这里得利 但是我又 就是你有点防备 但是你 你又需要靠我的一个关系 ok ok 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有影响到 俄罗斯对他们的影响非常的大 哦对 因为你看 如果大家想象那自己的位置 蒙古 就其实是夹在 中国跟俄罗斯的那个夹在中间 所以那个时候蒙古是怎么 被俄罗斯影响 要做出后续的决定 大概在1915年的时候 中华民国政府就跟俄罗斯 那个时候还没有十月革命 所以还是沙皇的俄罗斯 签地人中俄蒙条约 那个时候就就决定说 蒙古土地要归属中华民国 然后蒙古人自治 那这里的蒙古人指的是 所有的蒙古人 就是连那个蒙古国 所以中华民国的地图是 秋海棠 有蒙古 不是 那个鸡的背有长出来 有长起来了 有鸡 那个时候 所以中华民国的时候 那背还是长出来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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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后来 后来 后来十月革命爆发 大家还知道 记得十月革命吗 就是 呃 呃 列宁 俄罗斯那个列宁 诶 但十月革命不 不是啊 还没啦 还没 反正是布尔什维克 砂皇被推翻嘛 OK 对 反正俄罗斯的砂皇被推翻 变成共产党执政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 那逃难俄罗斯势力就进入了蒙古国 哦 因为那个时候 中华民国军队 其实是有在蒙古国里面的 有助兵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 北洋军阀时代 中华民国的各个军阀 也是很乱嘛 大概各地勇兵自重这样 然后中央政府 其实也不见得控制得到这些军阀 那不管 然后 那个 有一个叫恩勤伯爵 就是俄罗斯的贵族 他把中华民国军队给驱逐 但是那个时候 红色 这么好驱逐 他不是打败上他跑去蒙古 对 然后那个打败上的蒙 那个俄罗斯的贵族 就把中华民国在那些族军赶走了 当然他 他还是有是结合蒙古人 跟蒙古军那一起 因为蒙古鸡兵很厉害嘛 对啊 然后中华民国不对很 很讨厌 这样被赶走 OKOK继续继续 可是那个时候 红色思想也已经进入蒙古了 所以 所谓的红色思想 就是共产 就是共产思想 对 然后蒙古国的两个人 一个叫苏赫巴托 一个叫做乔巴山 他们两个就成立了蒙古人 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武装军队 因为叫做蒙古人民党 其实那个时候的党 都有武力啦 OK 没有武力 我没有人要听你的 你可以讲武装集团 对对对对 然后就在 就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把那个俄罗斯贵族 是诱赶出去 然后就后来就成立了 蒙古人民共和国 所以蒙古人民共和国 它是一个共产国家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是俄罗斯人 虽然跑到这一块 然后好像把中华民国赶走了 但趁这个时候蒙古自己的 有点像是共产党 你可以想想 对对对 共产政权就崛起 把这一块说 俄罗斯人也赶走 俄罗斯人把中华民国赶走 那我们蒙古人 自己又把俄罗斯人赶走 我们成立自己的共产政权 对对对对 当然 但现在蒙古国不是 不是人民共和国了啦 哦 已经民主化了 对对对 民主化了 对啊 那南蒙古那时候没跟上 因为南蒙古那个时候 也成立了自己的一个 也是共产政党 叫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OK 那简称就内人党 内人 对内人党 好害羞 内人 这是外人 外人 OK 好 回来 那目标就是要民主解放 可是同时 那个时候 日本的势力也很大 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如果还记历史还不错的话 就记得那个时候已经 日本在中国东北 哦 已经扩张势力 已经就在那边有基地了 当政 在东北当政的东北王 就是张作霖 张学良嘛 嗯哼 那他们其实 历史格上应该有些 他们跟日本关系 是非常亲近的 对 那如果大家去看地图的话 可以看到中国东北 其实跟南蒙古 是紧邻的 嗯哼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 南蒙古贵族 觉得日本关东军 跟还有当然是被打败 但是还不甘心的满洲贵族 是一个可以倚靠的势力 OK 所以他们合作筹划 建立了满洲国 你说 哦 所以那个时候 南蒙古的决定 就是说 我们没有自己 独立成自己的国 但我们跟 在东北的势力 一起合作 变成满洲国 对 满洲国那是满洲人的国家嘛 看名字就知道 但是那时候 蒙古人的领袖 叫做德王 是一个蒙古贵族 名字很长 在简称叫德王 德王 OK 他希望用满洲国模式 让南蒙古独立成为第二个满洲国 OK 他没有想要能够像北蒙古那样 就是用共产政权直接独立成一个国家 他想跟满洲国 跟日本人啊 就像跟日本人合作一起 然后看看我们能够找时间 再独立出来 对对对 他成立的那个政府就叫做 蒙江 新疆的江 联合自治政府 哦 就一样就是跟满洲国类似的一个形态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 日本跟满洲国也好 南蒙古也好 这样是关系非常亲密的嘛 就是 像是 在满洲国里面 有一个叫做新安军官学校 那个学校就是日本人成立 日本教官来教导这些军人 蒙古人 OK 就是 我记得那个有点像是 所以在当代的蒙古知识分子 贵族 他们其实都会去念那个日本的学校 对对 对就是 算是他们先进教育 就是那个蒙古人先进教育的一个先驱 那个群官学校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觉得读过很多 那个时代很多 受高等教育的蒙古人 可能受的都是日本教育 哦 这突然让我想到 我想到某个 台湾哦 对对对对 我在想到叫某个国家还是某个地方 对台湾 对当时因为少数有高等教育的地方 日本人建 哎 我怕这历史这样谈 那后 我想要跳后面一点好了 因为 所以这样听起来说 这些人其实南蒙古曾经有搞过 一起搞过这些运动啊 试图就是好像有 有几乎要有成功了 那 为什么后来我们其实看到那个 那个小赖写的报道就有讲说 他们后来却陆陆续续遭到这个 政府就后来变中共政府的屠杀压迫 这中间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后来日本战败了呀 我这个请问太快了 为什么 1945年日本战败嘛 然后战败之后 很多人就很多人就悲剧了嘛 比如蒙古人嘛 满洲人嘛 台湾人嘛 哈哈哈 都是悲剧的对对对 对然后呢 OK所以日本战败之后 那德王的那个政府 他就是 他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 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还记得 没有多久之前我提了一个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嘛 内人党 内人党那个时候 一直在 南蒙古民间发展党员壮大 因为当然德王是贵族 他不会 不会去做这种民间的 不是不是 那种共产政党 他不会好像依附贵族吧 OK 因为内人党也是想要跟德王 就是原本的那个 知识政府的头头划清界线啦 因为这种是贵族路线 我们要推翻贵族 我们是共产党这样 我其实不太敢这么说啦 因为那个时候 整个国际局是还蛮复杂的 但是不管怎样 反正后来内人党 接管了南蒙古的主导权 成立一个叫做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 那也成立自治政府啦 听起来很不错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秘书长 叫做哈峰厄 他希望 内外蒙古统一 南北蒙古统一 所以他带着十万份蒙古人 签名的连鼠书 到乌兰巴托 就是蒙古国的首都 去见那个时候蒙古国的元首 叫乔巴托 就是我刚刚说的 建国领袖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刻 就是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战败之后 南蒙古又有再揪一次 说来跟蒙古国谈之后 好啦我们来合并啦 对对对 还有人家的答应吗 没有 又被背叛一次这样 因为乔巴托 他本来很高兴 所以他就立刻连续联系史达林 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的巴苦 苏联的 头头 对 史达林 因为蒙古国是共产国家 那个时候 所有的共产国家 都依附在苏联之下 嗯哼 所以他想 南北蒙古想要投赢 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 然而 然而苏联 在1945年的时候 就跟两个很重要的人 一个叫罗斯福 一个叫丘吉尔 这两个我都认识 很有名的东西 叫做啊 雅尔达密约 哦雅尔达密约 他就是 所以是这样 他就这个密约 就ban掉 对 他说蒙古国 可以维持现状 未来在自己投票 要不要独立走于中国 但是南蒙 其他 中国其他的领土 不受影响保持完整 OK 所以你说内蒙古 我说南蒙古那群人 不是说什么 十万人 他们人口应该也不多 就能够揪到十万人的连署 而且那个时候战争 可能又 又兵荒马乱的 对 你不会说什么 找到会签名的人 对啊 你要想说现在网路发出去一下 对啊 他们应该要骑吗 像 福也应该很大 要签应该不容易 所以你这有点种族歧视 可白异样哦 哈哈哈哈 好回来 OK 所以又被 就是前面那一次 想要什么 什么49个行政区 有41个要 然后现在 又被拒绝 现在又找到十万人 想要跟他合并 又被拒绝 对 然后后来又历经了几次的 那个 那个镇压嘛 因为接下来 如果你没有办法 跟北蒙古统一 但是你的武力 又 还有国际局势 又不足以让你 独立 进行独立的话 你能找的就是 找到有利的盟友合作 希望你可以至少维持蒙古人自治 OK 一开始他们寄希望在蒋介石身上 好我 这种 那我一定知道结局 所以把希望寄在蒋介石身上一定 对 后来 有些故事听到开头就知道结局 对对对对对 我听过这个版本的蒋介石 好 这条路不通 让我们时光回溯 换一个选项 那换一个选项 那个时候中国只有两个选项 大家说另外一个选项是谁 共产党对 因为他已知 蒋介石不行 那个时候流行共产党 我试试看好不好 因为蒙古国 那也是靠共产党 但他现在他也被那个啦 对啊 所以后来他们后来 共产党之后 共产党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一个蒙古人代表 是共产党 是中国共产党的蒙古人代表 但是他 他就是也算是比较基因分子 他自己去俄罗斯留学 哦 回来 然后他叫做 他叫做乌兰夫 乌兰夫 对 他本名叫云泽 后来改名叫乌兰夫 嗯哼 乌兰夫 因为乌兰是蒙古语 红色的意思 所以乌兰夫是红色之子 哦 所以乌兰 常常听到蒙古有乌兰乌兰 就是红色什么 乌兰巴托 乌兰乌德 就是红色什么 红色什么 对对对对 真的耶 其实每日一词 乌兰就是红色 好 乌兰夫他怎么了 他跟内人党协商 然后反正反正协商之后的结果就是内蒙古在1947年就成立内蒙古自治区 大家注意1949年中共才建国哦 诶 所以1947的那个自治区是听共产党的 对 ok 所以有点像是我竟然还没有办法建国 没关系 我先依靠共产党 看我们先自治 能自治多少算多少 这个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 对中国共产党 对 因为靠久 因为那时候中国有两个嘛 一个红色一个的红色中国就是共产党 一个就是蒋介石的中国 蒋介石就这不好 对不对 那不如我另外一个选项看看好了 看共产党会不会好一点 就那个时候选择共产党 对然后那个时候共产党当然他是 为什么蒙古人会愿意成立内蒙古自治区 去支援你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承诺蒙古人可以自治 但是这个自治的承诺是哪里来的 这个开头我也猜到了结尾 就他承诺很多自治啊 50年不变啊 对不对 然后突然很快就会改变 对不对 好所以他是自治后来勒 其实那个时候毛毛泽东有说过 那个叫做三五宣言 三五宣言 又是一个宣言 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 好没关系 开罗宣言啊 已经是历史文件的宣言这样 开罗宣言吗 等等等等 对 反正他就是说 在那个境内的各个民族 当然都有建立自己政府 自己的人民的权力 决定自己的事情 还有未来的权力 那蒙古人就接受了 就相信 呼兰夫就接受了 然后所以蒙古以非常强大的蒙古祭兵 还有蒙古 蒙古 那蒙古非常丰沛的资源 再加上那个时候 满洲国 既然是日本扶持成立 他满洲国的武器库里面 也有很多日本的武器 OK 而且很多日本训练出来的蒙古人 对 没错 日本训练出来的军官 用的是日本的装备 好可怕喔 听起来就很强 很强大欸 用了最先进的武器的蒙古人 听起来就很恐怖 而且有一个蒙古 有一个在日本教书的蒙古学者 叫做杨海英 他其实写了很多类似的书 大家可以去看 他里面提到蒙古 那时候蒙古骑兵非常的厉害 我知道 我好像有听过 就是共产党后来就收编 因为很早嘛 他们很早就被收 1947年就被收编了 我看到说共产党 就带着这群蒙古骑兵 用最先进的武器去到处打仗 就打国民党 打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带着他们去打西藏人 所以西藏的 为什么会被中国就是镇压 是蒙古骑兵 是受日本训练的蒙古骑兵 对 那其实布宏夫 布宏夫他有告诉我说 蒙古人非常非常非常 对不起西藏人 因为其实蒙古跟西藏 在文化上他们是有非常深的渊源 对 因为你那边访问也有讲到 其实蒙古的那个 蒙古人主要信仰的宗教 是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 所以他们的宗教领袖 其实是那个 达赖喇嘛 对 那其实他们的 最大的活佛 宗教领袖 好 某一个宗教领袖 他们有自己的佛佛 但是一样在这个 在藏传佛教系统里面 达赖喇嘛就是最高的精神导师 OK 就是那等级最高的 对 因为我记得 因为那个小赖有访那个 那个说流亡法国的那个蒙古人嘛 他有说 那个蒙古人有讲一个 他小时候的故事 我觉得那个很有画面 就是他想说 他小时候看到他爷爷 那个小赖要不要讲一下 哦好 我查到那个蒙古佛佛 要什么叫折布尊丹 没关系 我现在这名字大家都记不起来 没关系 他看到爷爷然后呢 没有 他是说他小时候呢 他爷爷 因为他家里算 其实是比较有地位的 他家里本来是蒙古柜子 那个时候 流亡法国的蒙古人还住在 就中国境内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其实 他是 他是小时候 也是会被一些汉族同学欺负 哦 因为他是少数民族 对 然后 可是他读到 后来开始对蒙古族的历史 很有很感兴趣 因为他读历史什么元朝啊 就是蒙古帝国 就哇我们蒙古人好厉害啊 超强这样子 所以是他就很有热情 去查自己蒙古的历史 这听起来就好危险 对 非常危险 不要查自己种族的意思 嗯 然后呢 他还甚至查到他们 他们那个地方的 地方史 地方痣 嗯 他就发现 原来他们那个地方 本来是他祖辈的土地 OK 所以他的那些中国同学 在他祖辈的土地上欺负他 哦 听起来格外疯似 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 被压迫 被欺负 被外人欺负 不但是蒙古人土地 还是他家族的土地 就是我家的 literally 字面上就是他家的 所以刚刚讲到那个爷爷 我记得他有 你说他有讲到他什么 一个照片的 对他说 他爷爷 因为他们蒙古人上传佛 也是佛教嘛 他们会有佛堪 就是供奉佛像的地方 嗯 那他说他爷爷的佛堪那边 有一张照片 里面有一个 有个男人 就笑得很思想 应该看起来像 上个僧人 OK 一个和尚僧人 对对对对 但他们是喇嘛 嗯哼 然后那爷爷从来不让他 去碰那个佛堪 嗯哼 可是有一次他就是 小时候嘛很批 手剑这样 对就是趁他爷爷 不知道没看到的时候 就把那个照片拿下来看 然后他发现 他把那个相框打开 发现后面还藏了另外一张照片 那个相片 里面压了一张 外面平常看不到的照片 对对对看不到 上面是 上面是另外一个男人的照片 戴一个眼镜 看起来很严肃的样子 嗯哼 那是谁 然后他就他就觉得 哇好像发现不得了事情 爷爷的秘密被我发现了 哈哈哈哈 所以他跑回去跟他爸爸炫耀啊 嗯 那爸爸一看那张照片 就很严肃的 他说你这个照片是哪里拿到的 嗯哼 他说是在爷爷家拿的 所以他爸爸就把他带回去 把那个照片还给爷爷爷 说那个是 他不小心拿出来的 嗯哼 他爷爷也很严肃 就跟他说 这个你以后都不要拿 那他就说 为什么那个人是谁 他就说 爷爷就说你一长大以后就知道了 OK 那他长大以后来 开始用电脑用网路 他有一次就是碰巧 开了一个 那个时候流行部落格 打开一个部落格 一个西藏人的部落格 嗯哼 他才看到 他又看到了那个戴眼镜的男人 那是达赖喇嘛 哦 哦 哦这个就很很毛 哈哈哈哈 所以他其实比如说他们家族 就一直把 他就把达赖喇 那个肖像就藏在那个相框的里 内侧 对 就是 我这种感觉就是他们 其实没有停止他们自己的信仰 嗯 但是他们 即使连自己的家人 都要 隐藏 对 而且就是不能跟他们的 都还要用一个家族的影子来挡在那 就是对 用另外一个 比较合法的那个人来遮掩 这个他们自己真正的信仰 其实你不能把达赖喇嘛的照片挂出来 这件事情 蒙古人不能供奉 嗯 西藏人也不能供奉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我刚刚 我觉得其实连回来我们开头 讲到蒙古人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那种 文化的灭绝吧 怎么讲就是 你看你爷爷 知道达赖喇嘛 爸爸可能也知道 知道这点重心 但第三代其实就 不知道 因为不能跟他讲 他们不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对他没办法 你没办法传承这个宗教信仰 嗯 那你 你宗教可能 这样的宗教信仰可能就灭绝了 那现在他们中国想要做就是在语言上 文化上 或在课程上嘛 我就直接你蒙古语不准教 不准用 那历史全部教我中国版本的 难怪蒙古人会崩溃 因为他们想到说他们的上一辈或是这一辈 已经没有所谓信仰跟思想上的自由 然后连他们的那种祖国的语言 你都要剥夺 最后一个能够代表自己是 蒙古人 的证明 证据 对 都要拔除 都要拿走 好感受 你看曾经 我想像 而且像刚刚讲到嘛 他刚刚讲到说 他发之前自己的历史 反正说我其实曾经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以蒙古人为例好了 他们就让他们查历史 就说 这个 现在怎么从这个 这个黄河畔到东欧 都我们蒙古人曾经都打下来了 现在你却让我连 蒙古语都不让我学 就是 是 时代的眼泪 很感受的故事 所以说 所以布宏福他说一句话 其实我听的是我几乎要 掉眼泪 他就说 我们失去我们的矿产 我们失去我们的文化 我们失去我们的传统 我们失去我们的草原 我们只剩下语言了 如果语言消失了 南蒙古人会彻底消失在中国的茫茫人海中 OK 但这也就是中国的目的啊 对 你就没有蒙古人 事实上再也没有蒙古人 你全部都是 这个 血浓雨水打断骨头 连者经的中华儿女 对 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好恐怖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所以可以回头想想 就可以想象到 为什么 你想说 你说改什么 课程语言 这听起来是小事 就我们觉得好像是小事 但这次已经是他们退无可退 最后一步了 就是那个是你的 你的那个 你身为蒙古人的最后一个 底线 底线 证明 你如果连这个都要夺走 我真的是就跟你拼命 那现在能做些什么 就是如果 大家知道这个议题 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南蒙古人 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那我先讲个调 政治不正确 其实卧槽有写很多相关报导 可以按赞留言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 在中国少数民族发生的事情 好像也只能这样 因为刚前面讲说 这是内政嘛 就是对他们来讲 或者是大家更有 更有热情一点的话 其实大呼大议会 他们也有向美国白宫发请 请愿 就是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按过那种线上连署 就是希望 美国国会也可以像 比如知道通过 新疆人权法 香港人权法一样 也通过一个 南蒙古人权法 OK 我们可以提供连结吗 好连结 请点下面 请点我们的 Description 你可以实际支持他 我刚才想要更便宜的 又回到更开头 没事不要去看什么花木兰 哈哈 在那边写入中国政权压迫少数民族 看什么花木兰 你就见一次这个 看一次盗版 不是 嘿也不要鼓吹盗版 对但是其实有 很多就是 很多大家日常在消费的时候 就可以注意到 就说这个东西是不是 你其实在消费一个你自己 不应该消费 或其实也不想要消费的事情 你刚才说你每一次的消费 都是你用脚在投票 对 用钱在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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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那个 华木兰的新疆OK 没问题 对不对 你如果买 因为他们最近还有 美国也开始抵制 新疆棉 棉花 因为新疆有很多 棉花的产业 因为很多都是用 新疆集中营的 劳动秘籍的 这个产业 我们之前还有讲过那个 头发的产品 这也超恐怖的 对就是法制品 就是法 hair 假法 或是毛制品 有些做出了假法 或是有人说什么 一种cosplay会带假法 说你以为是假的 没有我跟你讲 那就恐怖的是 那个是真的 有人就说那个是从 维吾尔集中营的人身上 收集起来的 对就是 嗯 听起来很恐怖 你没有买卖就没有 现在讲好奇怪 但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 杀害 没有压迫 这也许也是少数 我们可以做一些 可是我这个故事听下来 我自己觉得 跟自己的生活经验 就是被 就是生活上 接触到的思想 就充满矛盾 因为我以为这个社会 这个时代是一个 讲求多元的 族群文化的那种 大融合的时代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在好像另一个 欸 其实离我们 也没有很远的一个 一个地方 正在发生这种 种族童话的 的事情 对 而且是充满压迫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 刚好 我们现在考虑上的业配一样 但我们没有收别人业配钱 就是 最近其实我看到有一个 那个网络上的募资 蛮成功的一个桌游 嗯 叫做逆统战 嗯 它其实就是要 它把那个主角结合很多那种 就是被中国之外 还有中国周边 很多被压迫的一些群体 欸 还有台湾 对 台湾啊 什么 什么香港 我记得还有藏人嘛 藏人 满洲 满洲 对 就是那些周围被压迫这些人 的一个桌游 其实它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平常想 平常都是中国 中共在统战我们 统战的概念就是 我先集合所有可能的资源 去对付主要敌人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 现在我们要回头想说 台湾也要做一种逆统战 就一样说 中国自己本身有很多内部矛盾嘛 他们内部其实 也不要讲说 他们对什么印度啊 日本啊 然后美国到处去 去外面挑衅 他们其实自己内部 就有很多的 内部的不平衡 像刚刚讲一样 藏人嘛 新疆人 威吾人啊 蒙古人 其实台湾某些角色 其实也可以去串联这些 这些中国内部的 这些不满的势力 让他们就是 让他们的声音更大化 让全世界知道说 有这群人在中国 其实他们不想做中国人 他们想要做自己 他们想要有自己的政府 想要有自己的民族 有自己的文化 我们其实就是 可以用这种方式 逆统战 把这些中国各个这些 我们讲什么民族运动 或是民族自治运动的这些人 大家一起揪起来 一起来打击这个 我们的主要敌人 也就是中国中共政权 对 我们这样是在帮那个 桌游业配 可恶 我其实还蛮乐见这种 有就是这种 概念的游戏出现 也可以免费 如果有听到的话 可以免费送我们一组 我们可以直播一组 哈哈哈 直播开箱玩一组 我们找一些有趣的人 来玩你们的游戏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就这个回货台 有想到那个另外一个 因为最近 统战的话 就另外一个统战 最有意思的就是 中国国民党 他们前一次说 要去参加 中国的海峡 海峡论坛嘛 对对对 然后甚至有一位 就很有名的立委 国民党立委叫做吴思淮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啊你们这些国民党 去那边会被摸头 被统战 被人家就是当做那种 宣传样板 他们那吴思淮就是说 什么 什么什么 他们统战我们 我们才是在去统战他们 我才不怕 我想这个东西 这个人已经统战好了 这个人不用统战 已经统战好了 才会这样想 对好 今天 今天的主题好像很沉重 我觉得故事听下来 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对于 这故事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回去看小赖的文章 他总共出了两个 蒙古的两篇 西藏的某几篇 西藏非常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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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像蒙古这种议题 对我来讲就是只存在于 所谓的那种discovery 什么地理 国家地理频道 历史课本应该有吧 历史课本也有 但是有讲的不多啊 而且很遥远啦 你感觉很遥远 但是这方面 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个 我之前也去采访一个新疆人 他说了一句话 我也是印象很深刻 他那时候他在10年 2009年11年之前 新疆曾经发生过 一次非常惨烈的事件 叫做七五事件 7月5号 哦 一个暴动 是 中国说是暴动 对 中国的作法 但对新疆人来说那是屠杀 嗯 但是那个时候 消息其实没有传出来 你现在上网去查 你可能找到的资源 也不是说非常的多 对 那时候我还 为了解这个事件 我还去查很多外媒报道 但是 为什么说法都出奇的像 因为他们全部引述新华社 哦 那个时候中国是 消息封锁非常严重 尤其那时候 没有现在的通讯科技 资讯更难流出 那在消息不能流出的情况下 所有人都不会知道 在那么内陆的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真的是太远了 所以导致你在网路上 接受的资讯 或是你甚至 你在主流媒体上 看到的资讯 都不见得是事实的真相 你可能来源都是 当地的唯一的被认肯的媒体 叫什么 新华社 新华社就是中国的官媒 对 中国官媒 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觉得 现在已经是一个族群多元 是21世纪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没错 其他维吾尔人逃出来 告诉外面的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 外面的人也觉得 不会吧 我觉得这次最恐怖的 因为他够扯 扯到别人不会相信 怎么可能 应该是假的 但是最恐怖的就是 就是他真的可能 他还是真的 在中国 比如我们刚刚讲的 维吾尔的那个土地上 有超过一百万的人 被关在集中营里面 就像二战 我觉得大家会用 二战的故事去比喻 在那个犹太 那个犹太集中营里面 那个 什么集中营门打开之前 没有人会相信 既然会有人这样 那个纳粹政府 会这样的方式 屠杀六百万犹太人 因为太扯了 不敢相信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中国的 门会打开来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我们不要太期待 就是很多人要相信 我们就 我们就觉得 就期待你抱持一个 怀疑的心 你可以不一定要相信 但你试试看去找 这个故事的真相是什么 你自己去找 你不要想说我们讲相信就相信 对 就像是在 其实新疆有集中营 这个可能2017年 2018年 网路上就已经开始 有一些媒体有报导 或者是有些消息有流传 可是那个时候 并没有很多人相信 有这种事情 太扯了吧 怎么可能 都21世纪了 对不对 是到2019年 美国政府说 那些就是集中营 对 然后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有太多内部资料流出来 然后很多卫星空派图 的确拍到 新疆有非常多大型的建筑 不知道要做什么 而且有拍到 就是什么有围离啊 有那种监狱的那种设施 一定有影像来佐证 对 那个时候他们为了发展 一带一路 跟临近国家 哈萨克斯坦 中亚地区那些地方 对对对对 引进了非常多的人力 他就做什么 管理集中营 哦 就编这个产业就对了 集中营产业 因为那些人 他们跟维吾尔人 其实他们 就算是 都是广东土厥斯坦人 OK就是写源上文化上的敬请 对 他们看到了 他们把消息流出来了 哦 就直到那个时候才开始 慢慢更多人去相信 这件事情的发生 知道 对在现在 这个时代也可能 你也可以说通讯比较发达 你也可以说中国 已经做得太过火了 嗯 所以越来越多的证据流出 大家才真的相信这件事情 甚至才开始回去看七五事件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已经是十一年前的事了 OK 哎 我觉得对 其实我们这一两年来 我们写过蛮多相关的报道 我觉得真的 我们 我觉得我们这下面的这个 资讯栏的 可能会很长 会很长 对大家有事没事 来读一下 大家睡前读 可能会睡不好 可以配饭 你不应该难过都试不下吧 对会消化不了 对 不过真的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知道 就是 至少知道这件事情 这些事情的发生 或可能正在发生 嗯 对 然后我们下次要去电影院 买花木兰的时候 先想一下说 诶 我们真的要支持 不一定要花木兰 你不是提到说 其他有很多 对 很多可能都是中国大外讯的电影 他可能叫 就是 带过带什么风向 大家实际都要先思考 我们会不会也成为 这个压迫政权的帮凶 好 今天这个沉重的题目 来 我那个 范你是不是后面要跟我们 大家介绍什么 哦对啊就是 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节目 叫做尬聊委员会 我有看到留言 有留言误会说 我们要看新的podcast 其实他就是在 卧槽瞄政治这个podcast 里面的新节目 哦对 叫尬聊委员会 只是不同的单元 这样子叫尬聊委员会 上次我们礼拜天已经出第一集 然后我们找到 呃前时代力量党员 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 呃从上个礼拜开始 我们卧槽瞄政治 有自己的instagram 哦就是forpodcast的IG 太难念了 英国口音的podcast 就是在上面也可以看到 欸想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吗 要搜寻什么 要搜寻卧槽瞄政治 怎么写 啊瞄是那个瞄准的瞄啊 卧槽的卧槽 瞄是瞄写的瞄 对这个很多人都会把我们的 瞄政治写成喵喵叫的喵 对其实是瞄OK 卧槽瞄政治去IG搜寻一下 然后就是可以看到一些 新消息啊节目的新资讯 OK 希望可以跟大家互动更亲密啦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 节目中有谈到的一些 新闻报导连结 我们会放在资讯栏这边 大家可以点开来 有心情的时候来看一看 没有心情的时候 嗯也可以来看一看 就放着啊 然后就度过你的夜晚 欸对哦 接下来要廉假 赶快赶快廉假要干嘛 赶快来念我们的文章 好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内容的话 记得订阅卧槽的脸书 卧槽的IG 卧槽喵正志的IG 然后订阅卧槽的频道 还有在各大Podcast平台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听讲你都没有念 那个很多的 我要念吧 好好好 因为哪些平台 我们目前上线的平台 有商量Spotify Apple Podcast 跟Google Podcast 跟Firstory 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Podcast节目 好很好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内容的话 记得定期定额支持卧槽 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下礼拜见哦 拜拜